全世界最大的線上科展 Google 全球科展 決選結果日前出爐了 台灣有兩組選手打敗了全球數千名國高中生 來到前20名 而這也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有選手打進決賽 放開繩子 急錘敲向酒瓶 發出清脆聲響 再搭配波形圖 交叉比對 真酒 假酒 不用開瓶就能知道葫蘆裡賣什麼藥 甚至連黑心油都無所遁形 而眼前這兩個小女生就靠這項發明 闖進Google全球科展的決賽 直接敲一瓶水跟一瓶油 你仔細聽的話是聽得出來不一樣的 所以那我們如果把它更精細一點 用機器分析 用電腦分析 然後我們每一次敲的力氣 什麼位置大小都一樣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奔變出不同的議題呢 國二生國三的王靖桐與徐優 從小五開始四處征戰國內科展 念國中之後開始對如何辨別議題 產生興趣 沒想到這一座提案到Google科展之後 一路過關斬將 打敗了全球上千位各種好手 來到了最後二十組的決賽 而代表台灣 頭一次闖入二十組的年輕好手 還有就讀劍中升高二的陳偉彤 將線圈一層一層纏繞在籃球上 做出持定位球 彌補GPS在室內訊號不佳 無法精確定位等缺點 預計未來可以應用在餐廳送餐 甚至幫助消防人員順利逃出火場 我這個只要把這個參考點放在 比如說這個建築物的出口 那我消防員每個人帶一個這個裝置進去 這樣他都知道他相對於這個位置在哪裡 那這樣他是不是就知道他的 他離出口多遠也不會因為濃煙迷路之類的 預計未來會持續改良 將訊號範圍從四公尺提升到十公尺 而兩組小小科學家 將在九月代表台灣 飛到美國加州Google總公司 參加決賽 與來自全世界的選手一較高下 有電TB 陳靈寧 陳立漢 台北報導